接下来要登场的 就是刚刚 帕帕提到的 在热播的剧叫什么 你是我的荣耀 你是我的荣耀里 饰演航天人的家属 有这么好的家属 还能专注地搞航天事业 不愧是航天人 是吧 有请家属代表DK热播 嗨 大家好 我是底铃热吧 很高兴来到这里 跟大家一起跨年 我每年呢 其实都会参加跨年晚会 但我今年呢 特别想在海边跨年 所以前阵子我就在问公司啊 有没有在海边的跨年晚会 公司说行啊 走接着活了 上海边啊 到了我才知道 哦 上海边啊 这个开场这个可以 但我来这个节目 还是挺开心的 因为这个节目 25号就跨年了 没准过两天 还能赶上正规的晚会 今天过得还挺快的 我呢也一直泡在剧组里 都被人叫劳模了 我从这个剧组里出来 我就发现 哎 这世界还真的是变化挺大的 现在我是劳模 徐志平 现在我是劳模 徐志胜是花瓶 这节目还挺好 他也是个喜剧天才 今年的还有部乐播剧叫 你是我的荣耀 我饰演了里面的女明星 乔金晶 这个角色是我自己很想演的 没有哪个女孩不想演女明星 就连女明星也想演女明星 但没想到我一进组啊 第一场戏就是在沙漠 那天风沙特别的大 我就在那一直吃土 还好没有人拍到 不然以为迪丽热巴又再立吃货 人设了 我就连沙子都不放过 我再来个 的话 林小浩又得写 震惊 女明星果然不是真吃 很好啊 很好 后来那场戏大家都说 乔金晶和于途 说的话都好甜啊 只有我知道 在这种环境谈恋爱 一个词形容就是 风土人情 一首歌形容就是 你吃风儿 我吃沙 于是我的文耀播出的时候呢 腾讯视频都崩了好几次 当时还影响到了 脱口秀大会的播放量 这次 我来当面给你们道个歉啊 你看我这不是把带走的热度 又给你们带回来了吗 谢谢 谢谢 我在剧里呢 老眼主动追求别人的女生 但是在现实中 对男生还真不是这样 我怕我一说 你好啊 对方说 我愿意 而且 谢谢大家 还没结束 电视剧的评论我也会看啊 有人说话真的很不中听 一直都在发 别搞这种荧幕CP了 有本事你真结婚啊 我说这人管你也太宽了吧 一看头像是我妈 她现在给我打电话 总是跟我说 你快三十了 再大就没人要了 我说 妈 迪丽热巴怎么会没人要呢 我妈说 你再不结婚 妈妈就不要你了 我说 妈妈怎么可能呢 哪个妈妈不想要一个迪丽热巴呢 我妈还跟我说 你别光顾着工作 不然挣了钱 你也一个人花 没人管你 身边连个半嘴的人都没有 我说 妈妈 单身没你想得那么好 我妈就为我理想型 很简单 就是帅 高 体贴 会做饭 时不时还给我一点小惊喜 我妈说 女儿 对象没你想得那么好 我说 妈怎么感觉你不是成心在催婚啊 两个人相处很难的 我妈说 这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话是这么说 但是段总 你们公司怎么就那么多没过来的呢 我觉得如果我结婚一定是因为值得 你看剧里那些值得的人 我全都解了个遍 现在回想啊 其实这一路还是挺感慨的 作为明星呢 还是要谨言慎行的 有一次接受采访问我怎么保持身材的 我说 暴影暴时呗 结果 说我凡尔赛 我这哪凡尔赛了 我这是开玩笑啊 只不过不好笑罢了 所以 我现在说话可小心了 可是我真的好想开玩笑啊 我现在 只能收工了 自己躲在墙角偷偷地开玩笑 我说 啥 你说啥 迪迪若巴怎么那么甜 因为我们那周夜温差大 他好 所以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可以随便开玩笑的舞台 但是不开玩笑地说 我们演员真的很幸福 可以演航天员 运动员 警察 这些英雄 可以体验到他们的生活 但只有他们才知道其中真正的艰辛 你们才是我们的荣耀 谢谢大家 我是迪丽热巴 好棒 谢谢迪丽热巴 怎么感觉他也有一种就是可惜长个嘴的那种趋势呢 早没有发现你啊 真的每个人都能说五分钟都给胸 他上台之前我还挺紧张的 说得好好啊 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明年也来参加吧 好不好 好 来来看 第三个字已经填满了 我们就要开启第三波彩蛋了 前面两个彩蛋呢 大家也看得出我们的敷衍 我们第三个彩蛋呢 是真的给大家发一些福利 来 开启分会场 按着我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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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腻了 都看到礼物了 眼里全是礼物 他俩活 你真狗 接下来是这样的 我们的机位 会有一位摄像老师呢 随机的扫在场的观众朋友们的脸 当我喊停的时候 扫到了谁 我们就会送一份礼物 哇 我也想要 这些精心准备的礼物呢 都是由坐在那边的嘉宾朋友们 送出的 虽然他们自己根本不知道 他们 没有什么